嗨,大家好,我是Fry 人少消费低,非常值得去,知道都是哪儿吗? 第一个地方是位于鹿安市茅潭厂镇的东石村景区 这个地方山水回应,内部也别有洞天,拥有众多景点 其中最高峰的海拔有760多米,不得不说是一处绝佳的旅游圣地 甚至还有安徽九寨沟之称 第二个地方是横排头风景区 同样也是位于鹿安市,这个地方一山傍水 其中水文景观最有特色 这里的各个景点都非常的集中 全部由万一变也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这里有着地貌非常独特的九宫山 还有景观奇妙的风圆湖 更有奇特罕见的生物生态景观 上岗新渠,碧河库道,赵苏长堤 还有非常著名的黄莲寺 在这里你不仅能体验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还能感受到人类的建筑文明 无论是哪个方面 都是非常值得游客去一探究竟的 第三个地方是五湖市的天轮山景区 想必大家对它的印象 还停留在李白的望天轮山一世中 这么多年来 天轮山也是凭借着自身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独特的风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像这种具有历史气息的地方 只有精灵了才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三个地方呢 对此各位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